第258章 一路冲杀 三人并一郎一路驾着顿光冲向了不死凶山 虽然不死凶山在整片岛屿都看得见 但是其实距离的非常的远 叶西文三人也是一路冲 冲了很久 一路上到处都看得到无数的妖兽往不死凶山的方向赶 连固定不变的黄泉河都改到朝不死凶山的方向流去 浩浩荡荡的阴兵征战向不死凶山 这是一种让人心惊胆战的盛况 无数强大的妖兽族群都从躲藏的山林之间奔袭了出来 还有浩浩荡荡的阴兵铁骑 这是一股让人站立的可怕的力量 叶西文望着底下奔袭而来的妖兽大军和阴兵铁骑 漠然不语 这样的力量足够将整个真武界都掀得天翻地覆 这还仅仅是这个势力衰落到极点之后的实力 如果是最巅峰的时候 到底是强大到什么程度 叶西文简直不敢想 远远的可以听到那些不死生物的恐怖的吼叫声 叶西文凝聚真元在眼睛上 顿时犹如开了天眼一般 看了过去 远远的是一片无穷无尽的古妖大军 这些古妖浑身都是一股无尽的死气 仿佛是受到什么力量的摧尸一般 浩浩荡荡从不死凶山上冲了下来 无数咔嚓咔嚓的声音仿佛是这天地间最为恐怖的声音 掩盖一切 无穷无尽 在远处 那一片古妖大军和刚刚到来的妖兽大军 狠狠地撞到了一起 双方都是凶狠无比的生物 狠狠地撞到了一起 瞬间死伤无数 但是双方都是汗不畏死 皮 这个时候那只金翅大鹏雕飞至 猛力煽动翅膀 无数的金箭击射而出 横扫而出 大片大片的古妖大军被横扫一空 直接扫除一大片的空地 不过金翅大鹏雕并没有停止 而是静止朝着不死凶山的方向继续飞去 在那一片无边无际的古妖大军的后面 是无穷无尽的僵尸 许多强悍的难以想象的僵尸高手 正在释放着自己无敌的气势 死气席卷而起 凝聚成一道冲天的气柱 轰散头上的乌云 叶西文看着倒吸了一口冷气 古妖也可怕 后面的僵尸更加的可怕 后面还有浩浩荡荡的邪灵队伍 一旁的无少群更是暗骂道 我靠 那阵法之中到底都圈尽了什么东西 妖兽的怒吼 不死生物的嘶吼 古妖大军咔擦咔擦的声音 在天地间震荡 交织到一起 真是太过可怕 远处 散发着强横之极的妖兽 出现的数量也就越来越多 在不死生物大军之中横冲直撞 双方生生僵持了下来 妖兽大军将不死生物都给拦了下来 两支大军生生打出了世界末日 独神黄昏的气势 天崩地裂 万妖岛都在颤抖 仿佛整个天地都要在这一场战斗之中 崩碎了一般 很快就有黄泉阴兵加入了战斗 阴兵铁骑从邪侧面杀入 直接截断了古妖大军和后面僵尸大军之间的联系 黄泉肆意扩散开来 那些古妖和僵尸虽然身前都是了不得的强者 但是现在几乎都被邪灵附体 肯定都远不如前世 有许多尖叫着被融化掉 这是一场恐怖的战争 一场一场恐怖的战斗 天上的阴雨下的越发的大了霹雳 哗啦的打下来 遮蔽了视线 融化了许许多多的东西 走吧 不管怎么样 都要过去 叶西文深吸一口气说道 前面是恐怖的战场 但是他们却必须要过去 这不仅仅关系到万妖岛的存亡 也关系到他们 现在他们根本不可能出去万妖岛 如果没办法镇压住这一批邪灵死物 那么就算躲到哪里去 都不可能躲避的了他们的追杀 更何况等到万妖岛一旦开放了出来 那么将会是一种可怕的局面 这些死物冲上大陆 真武界都有可能被彻底覆灭 所有人的家园都有可能被毁灭 他们已经别无出路 只能孤注一掷的冲了过去了 呼呼 叶西文的速度简直划破空气 身边传来音风的呼啸声 简直犹如厉鬼在哭泣 在呼啸 在这么一片乌云密布 到处都是怪物在战斗的地方 这种感觉更加的可怕 叶西文等人一路冲了过去 很快就到达了 古妖大军和妖兽大军交战的交界处 那些妖兽似乎也明白 叶西文等人是来帮助他们的 又或者他们已经杀疯狂了 根本就顾不上叶西文等人了 但是那些古妖大军 却是会注意到叶西文的 古妖大军之后 总有强大的古妖一声令下 可怕的古剑形成一波波的剑 于偏盖地的朝着叶西文等人鸡舍惹来 其中甚至都不乏传奇境界的可怕古妖 生生杀了过来 站 叶西文大吼一声 浑身穿上了一件神衣 浩浩荡荡的神性 肆意流转开来 周围的死气都被神性给净化 无数怨魂的吼叫声都少了许多 叶西文手中的长刀 捂出犹如星辰般灿烂的刀芒 瞬间斩出刀幕 将扑向自己的古剑生生斩落 而木灵和吴少群两人也是各自使出绝学 将那些古剑给拦了下来 紧接着底下一声凄厉的叫声 一头鼓腰同灵瞬间站了起来 抽出一根古剑 瞬间朝着叶西文击射而去 要将叶西文给生生刺落 这一根古剑刺穿了空间 几乎是在瞬间 已经扑到了叶西文的跟前 几乎就在那一瞬间 一道可怕的金芒覆盖了下来 那一杆古剑瞬间被轰得崩碎 那一道金光去世不减 直接轰到了地上 将那一头鼓腰统领生生杀死 叶西文能抬头一看 远处正是那头身材巨大的金翅大鹏雕 他没有停留 继续去屠杀那些邪灵和不死生物了 显然也是为了保护叶西文三人 叶西文三人继续往前走 不过这一次就谨慎多了 刚才有那头金翅大鹏雕救命 这一次就很难说了 三人一路进去 远远的竟然发现 许许多多的人类 武者居然也趁乱杀了进来 显然都被那个木奴老人说动了 这个时候他们如果不拼命的话 他们很可能就会全部都死在这里 所以所有人都是异常的奋力的斩杀 一路冲了过去 一路冲了过去 为首的第一人 叶西文 催动着坐下的黄金战师一路朝前飞去 在他的后面一个身位 却是一个老熟人 清须 清须的气势一点都不比地尘要差 浮尘一扫 一道道的青光扫过 那些古妖是大片大片的死亡 清须站在一只神郡风朗的仙鹤之上 飘飘忽若仙神一般 和帝臣作为两个箭头横扫而出 在他们的身后 却也是几个熟人 站在蝴蝶龙上大杀四方的姬明月 还有一头小金翅大鹏雕上的战鹰 以及另外一个盟主王子威 重伤付出的严少伯 穆悠然 见吴臣等人 以及其他东南域十国的最顶尖的高手 在后面就是一些真道六七重 甚至是真道四五重的高手 岛上人类舞者的高手都已经赶到了 为了自己拼了 而这个时候 一阵阵的血腥味传了过来 原来是天空中开始下起了邪雨 简直犹如是苍天在下血泪一般 怎么可能下邪雨 太可怕了 一个舞者惊恐的说道 因为他发现天空中落下的邪雨 让他的身上越来越沉重 并且都依附在他的身上 让他寸步难行 天元静 叶西文 叶西文 低喝一声 天元静飞了出来 一道道血光照射了下来 将叶西文三人和小狼一起照射了进去 那些邪雨落到了天元静的上面 反而是成为了天元静的养料 哈哈哈哈 叶末在畅快的大笑 这些邪雨对他来说 简直是大补 因为这些邪雨几乎是底下被屠杀的妖兽大军的鲜血 被蒸发之后形成的 都是精华 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种带有诅咒的邪雨非常的难缠 甚至可能会被生生困死 但是对于天元静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直接抹除诅咒 吸收掉血液中的精华 让天元静的光芒越发的敞亮了起来 血光几乎要遮蔽了这一片的天空 天元静这个时候飞到了天空中 越变越大 那些邪雨还没落下 就被天元静集体吸收了 其他的舞者都是一脸感激的看着夜西文 如果没有夜西文出手 他们要对付这些雨 也是非常的困难的 这些血腥的味道让人纹着祥土 这个时候正是需要所有人团结合作的时候 夜西文也不吝啬帮他们一把 更何况 这还能让天元静得到极大的好处 无论如何 夜西文出手是对的